我和妹妹都绑定了人生逆袭系统 妹妹选择美貌系统 我选择学霸系统 没想到 妹妹因为没办法获得男人真心的爱 失去美貌 穷困潦倒 而我成为最年轻的院士 在前沿物理领域发光发热 还被金圈太子爷追求 名利双收 妹妹怀揣着极度开车撞死了我 再睁眼 我俩一起重生到了绑定系统那天 妹妹抢先一步 选择了学霸系统 姐姐 这一次 就让我替你成为学术圈顶级的天才吧 我看着她得意的笑容 缓缓勾纯 她不知道 所有命运的馈赠都不是免费的 林志念开车撞死我后 我才知道她一直后悔当初的选择 16岁那年 我和林志念同时得到了一个绑定系统 逆袭人生的机会 神秘人说 我们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 是要爵士美貌 还是成为高智商学霸 人生只有一次选择机会 你想好了吗 前世 妹妹选择了美貌系统 她坚信美貌是通往上流社会的枪门砖 但真正靠美貌更上一层楼 见识到更广阔天地的时候 她才发现 美貌并非稀缺资源 她只是被富家子弟当成饭后甜点 并不能获得他们真心的爱 他们痴迷于她的容颜 却都只是一时之患 最后 妹妹因为不能获得真心的爱 失去了所有美貌 被金主抛弃 穷困潦倒痛不欲生 而我却绑定了学霸逆袭系统 成为最年轻的院士 还被妹妹一直没能攻略的金圈 太子爷赋念于追求 凌厉双收 她怀着极度之心杀死我后 我们再一次回到了16岁 这次 没等神秘人说完话 妹妹就大声喊道 我选择学霸逆袭系统 神秘人露出半张脸 微笑着看向妹妹 可是 你刚刚还说 你想要绝世美貌呢 系统是根据你们内心愿望衍生而出 你真的想要成为学霸吗 妹妹贪婪又急切 对对对 我一定要成为学霸 美貌哪有智商重要 神秘人沉吟了片刻 又看向我 那么 你呢 妹妹见神秘人竟然还询问我的看法 突然冲上前 抢夺了神秘人右手的彩色光团 光团碰到她后 就跟她融为一体 妹妹眼中露出狂喜 太好了 这一次 名利双收 被赋念于追求的机会 是我的了 神秘人没有动 只是笑容更加温和 你只能绑定美貌逆系统了 神秘人把另一个光团塞给我后 身子缓缓变透明 逐渐消失 命运馈赠的礼物已经交托给你们 请宿主们认真完成任务 享受幸福人生吧 妹妹全部心思都放在新绑定的系统上 抬起头对着我冷笑一声 姐姐前世享受了那么多好处 这辈子也该轮到我了 我看着她 缓缓勾纯 没有说话 林志念仍旧不知道 所谓命运馈赠的礼物 并不是没有价码 即使有了辅助机器 但人仍需要付出努力 林志念开始享受系统带来的好处 最开始 我们的系统都会提供金手指 学霸系统会让林志念记忆力增强 理解力变好 学习的时候事半功倍 他欣喜跟老师同学 显露自己过目不忘的绝技 志念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聪明 真让人羡慕啊 林志念飘飘然 享受着众人的吹捧 余光看到我 他捂着唇倾笑 其实姐姐也在家刻苦学习的 就是总也学不进去 哎 如果姐姐愿意 我可以把我的学习方法分享给他 但是他却不肯问我 想要问林志念解题思路的同桌 立刻顺着他说道 哎呀 林志念不聪明 志念你就是教他也没用 都是一个妈生的 怎么志念这么聪明 清姨这么笨啊 笨吗 我看着自己124分的数学试卷 其实我如今成绩也不算差 只是林志念常常在话语间 加深刻板印象 让人以为我喜欢在家偷偷学习 还极度妹妹成绩 学生时代 大家对学霸总是有滤镜 尤其是林志念这种 不努力还能学习好的人 聪明是一种稀缺资源 他得来不易 所以格外让人羡慕 而班级里的男生 开始故意逗我 试图引起我的注意 美貌系统也在显露他的能力 我和林志念本来生得很像 但我逐渐开始发育 个子更高 腰更细 皮肤更白 眉眼也更加美丽 在这个人人素面朝天的学校里 大家开始注意到我惊人的美丽 好看有什么用啊 学生的本职工作是学习 对呀 林轻仪虽然好看 但是林志念多聪明啊 我女神还是林志念 对此 林志念洋洋自得 我冷眼旁观 不曾对他多说一句话 他不知道 学霸系统也不是平白无故 让人变聪明的 前世 他需要攻略别人 得到气运之子的真心爱慕 而我也需要付出成倍努力 埋头苦学 才能取得学术成果 只是聪明还不够 走到顶尖的人 从来不缺天分 到最后 大家拼的其实是谁更刻苦 谁更耐得住没有成果的寂寞 这个世界上 美丽的人很多 聪明的人也很多 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获得成功 人前光鲜亮丽 人后就要付出双倍努力 命运从来不会嘉奖不劳而获之人 前世那样 被所有女生孤立 相反 大家跟我依旧有说有笑 他不理解 为什么同样拥有了美貌 几次被挂表白墙 成为公认的笑话以后 我却没有遭到同性的嫉妒 事实上 前世他被人讨厌 也并非因为美丽 林轻仪 放学我带你出去唱K 去不去 隔壁班的校爸徐朗 又出现在班级门口 徐朗家境很好 他爸爸黑白通吃 本地最大的娱乐城 都是许家产业 这样的背景 连老师都不敢得罪徐朗 日日逃课 站着徐朗的势力 欺负同学 所以即使他漂亮的不像话 依旧有很多人讨厌他 但我没有跟他走一样的路 徐朗双手撑在我的桌子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他长得好看 出手大方 迷媚很多 但脾气不好 去不去 给句话 我摇摇头 不去 今天我要回家 这是我第四次拒绝徐朗了 他显然有点没耐心 眼神带着一丝恼怒 周围人看他的眼神 让他更加生气 林轻仪 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趁着老子喜欢你 你就别在这里拿桥了 大家都沉默地看着这场闹剧 没人敢多说话 毕竟徐朗上个月 刚刚把得罪他的一个学生 打得重伤住院 我垂下眼 狠狠捏了一下大腿 然后抬起头 眼圈发红 眼底盈盈泪光 徐朗 你怎么能这样呢 徐朗翻涌起来的火气 立刻降了下去 他不知所措地挠到头 哎我操 我又没说你啥啊 你别哭行不行 不去就不去呗 我却没有搭理他 抽了抽鼻子 抹着眼泪跑出班级 没办法 再不跑就哭不出来了 我不得不承认 美貌有时候也是一种武器 但它是一把双刃剑 用不好的时候 只会伤到自己 跟徐朗硬碰硬 显然不明智 适当的示弱 才能让我一直处于安全地带 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之前 美丽的荣烟于我 就好像小孩抱着金子走在闹市 可我不打算像林志念那样 找一个强大有力的男人保护自己 把人生托付给陌生男人 靠美貌牵住他们 显然是个违背人性的决策 再美丽的花 也有看腻的那一天 金丝却注定飞不上高空 我要做的 是自由翱翔的鹰 我看着很纤细 其实跑得很快 等徐朗出来找我的时候 我已经跑没影了 破旧储藏室里 我坐在露出棉絮的体操垫子上 拿出刚刚趁乱 塞进包里的单词本 很好 安静 适合背单词 我一边默写 一边支好手机支架 给自己录一段视频 准备回家发到网上 在互联网经济 如此发达的时代 决定美貌可以迅速变现 我经常发学习日常的账号 现在已经拥有60万粉丝 粉丝们亲切地叫我女儿 她们很喜欢看我背书学习 白皙漂亮的小姑娘 乖巧懂事的学习 试问谁不想拥有 一个这样的女儿呢 在一众颜值网红里 我迅速杀出重围 女粉比例90% 拥有了一群互联网妈妈 如我所猜测那样 系统对于喜爱值得收集 并不局限于男女 互联网妈妈对我的爱 也算我攻略成功 系统赋予的美丽 拥有了学生身份加持后 便不再咄咄逼人 我有时照镜子 也会感慨自己的脸 真是神奇 账号后台私信里 充斥着心探的咨询 他们都说 我应当去娱乐圈发光发热 成为大明星 前世 林志念也短暂进入过娱乐圈 但他昙花一现 很快就被爱慕他的男人们藏起来 后来 他失去美貌后 还经常有营销号 剪辑出他的对比图 感慨美人迟暮 迟暮个鬼 他当时才32 我这一世不再拥有高智商 脑子只是正常人水平 去学术圈卷生卷死 显然不适合我 但我也不打算这么早就出道 正常人努努力 也可以考很好的大学 互联网经济下 我能利用美貌迅速变现 卖脸并非长久之计 我的账号运营的风生水起 林志念的成绩却开始不稳定 他恼怒地问系统 我不是学霸吗 怎么还会遇到做不出来的题 系统机械阴板正冷素 我只能赋予你智商 宿主需要自行学习 林志念并不是一个做得住的人 让他学习 还不如杀了他 但是再一次考了年纪第二后 他也不得不开始看书学习 系统加持 他学习起来很轻松 很快又回到了年纪第一 爸妈对此十分满意 人人都喜欢会读书的乖小孩 我爸妈对学历尤为执着 轻宜能跟妹妹学学 你才考了年纪70多名 志念每次都是第一 我歪着头看他 笑着说 爸爸 可是我也比之前进步了呀 班主任说 我的成绩也可以考一个不错的大学呢 我妈重美 前世她也不喜欢林志念 尤其是林志念越来越美丽以后 她总觉得林志念不正派 这一世 这个怀疑落在了我身上 我听说你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 走得很近 林轻宜 你可不要出去丢我们家的脸 林志念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等爸妈发完火 她笑音音走过来 拉着我一起看镜子 姐姐 美丽有什么用呢 这一次 爸妈真心喜爱的人 是我了 我看着她 能给家里带来利益的孩子 前世 我成为知名科学家以后 爸妈成了亲朋好友里的表率 常常为了面子 把我从实验室叫出来见人 不是每个人都幸运 会遇到毫无保留爱小孩的父母 有时 父母的爱也有代价 但是没关系 人生总要接受不圆满 林志念把徐朗追我的事情 告诉了爸妈 最近 我妈像看贼一样看着我 她生怕我做出什么有辱门眉的事情 恨不得把我绑在家里 不让我见人 你可千万别做那种下贱事情 男人一辈子机会多的是 你要是出了事 我可就不了你 放在以前 跟男的勾搭的女的都给进猪笼 我妈尖利的声音迎来耳边 我就当她是脑残小说的配角 不予理会 但今天 我没有直接回家 因为徐朗把我拦在校门口 林轻仪 你妹妹都跟我说了 你瞧不起我是吧 林志念很了解徐朗 她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脾气暴躁 还爱面子 知道我屡次拒绝她 是因为瞧不起她以后 徐朗怒气冲冲地找到我 她把我从校门口拉走 满脸怒气地问我什么意思 瞧不起我是吧 老子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我无奈地看着徐朗 轻轻叹口气 故技重施 你也要跟林志念一起欺负我吗 青春期的男孩 其实很好忽悠 即使是徐朗这种 没什么道德观的人也一样 在没有绝对胜算前 硬碰硬显得格外纯 我还有美好人生 不能跟烂人同归于尽 谁欺负你 我捂着脸开始哭 任凭徐朗怎么问都不说话 空旷无人的器材室里 只有我呜呜呜的哭声 哭得徐朗脑袋疼 林志念拉着傅念鱼 以探讨作业的名义 往器材室走 徐朗这个人 脾气上来不管不顾 他今天把林轻宜带走 林轻宜肯定没有好下场 他不仅仅叫了傅念鱼 还叫了其他同学 甚至提前给爸妈打了电话 说姐姐跟混混走了 怎么拦都拦不住 一群人浩浩荡荡往器材室走 一路上 林志念笑意淫淫 脚步轻快 仿佛马上就会见到 林轻宜名声扫地的模样 傅念鱼跟在他身后 有些不耐烦 为什么非要去器材室做题 林志念小声道 我觉得器材室比较有感觉 想到身边还有几个同学 傅念鱼也没在说什么 拉开休息室的门之时 林轻宜看到爸妈 也远远跑了过来 她甚至都没有细看 里面发生了什么 拉开门后就大叫一声 妈妈 你别过来 姐姐她竟然做出 这种丢脸的事情 爸妈文言立刻大骂家门不幸 爸拉开愣住的同学走上前去 然后愣在门口 徐老师 您怎么在这里 器材室内 并非林志念想象中的 我和徐朗拉拉扯扯的场景 因为 这里还有第三个人 徐朗的姐姐 徐欢徐老师 宽敞的地面上摆了一张桌子 我和徐朗各自坐在一边 徐欢老师手中拿着一张试卷 正在讲解考试重点 见到这么多人站在门口 不禁愣住 你们怎么都来了 这两位是家长吗 什么事情 气氛意识之间格外尴尬 跟着林志念一起过来的同学 都听见了林志念刚刚说的那句话 但屋子里的画面 显然跟丢脸沾不上边 爸妈的脏话说了一半 吞也不是咽也不是 咽得我爸差点翻了个白眼 这 徐老师怎么和轻易在一起 喜欢谋色沉静 带着老师特有的严肃 轻易同学有些问题想请教我 我答应他课后给他答疑解惑 文言 大家纷纷看向林志念 有同学忍不住道 志念 你刚刚没看到徐老师吗 怎么说那种话啊 就是啊 搞得我还以为林志念在里面做什么事情了 本来就有些不耐烦的傅念鱼 脸色更加难看 林志念不了解傅念鱼 只以为他是置信恋 所以上辈子对我情根深重 其实 傅念鱼只看重利益 他前世那样热情追求我 并不单单因为对我好感 更多的原因是为了我当时带领的项目 国际顶尖团队研究出的新成果 能带来的利益数以万计 得到合作机会 傅家就能更上一层楼 像傅念鱼这样的出身 怎么可能会有单纯的感情 尽管年纪还小 但这一世的傅念鱼 显然有着和前世一样的思维模式 只言片语 他看清了林志念叫他过来的原因 林志念 我跟你过来 可不是为了看什么姐姐妹妹扯头花的 念鱼 林志念哀怨地换了一声傅念鱼的名字 可惜媚眼跑给瞎子 我也不知道姐姐在这里啊 刚刚真的看花眼了 我只看到了徐朗和姐姐两个人 还以为姐姐她 她故作停顿 暧昧不轻道 毕竟大家都知道 徐朗在追求姐姐 听到追求二字 我妈脸色扭曲 要不是徐老师在场 估计要开口骂我了 在她眼里 男人和女人之间任何矛盾 都可以归咎于女人的不检点 人在当下 心在大清 我妈就是改革开放的漏网之鱼 如果不是没机会 我建议把她送去首都博物馆 能活灵活现地在线 晚清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 我妈没说话 但是徐朗说话了 她虽然混蛋 却不是完全没有脑子 立刻明白 自己被林志念利用了 林志念你装个屁呀 不是你说让我今天来这找林轻仪的吗 徐朗冷笑一声 我懂了 你这是故意给我俩下套呢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吗 年纪轻轻心思下做 我告诉你 我跟林轻仪之间 是纯洁的同学情谊 今天我俩来这 是为了跟我姐一起探讨学习 学习 懂吗你 你是不是旁观连着泪线 俩眼珠子肾尿 看谁都骚啊 心脏 看什么都脏 被徐朗不留情面 喷了一顿的林志念 再也忍受不了别人一样的眼光 无脸哭着跑走了 我妈瞪我一眼 着急地追过去 等徐朗话都说完了 许欢才带着歉意计话 林同学家长您别介意 我弟弟这个孩子 青春期不服管教 说话不着边际 说着 他眼神示意徐朗道歉 徐朗魂不吝地哼哼一声 对不起呀 叔叔 我爱说实话 当着老师和一堆同学的面 我爸还能说什么 实张脸也不够丢的 他与无伦次地说了几句场面话 也跟在我妈后头走了 临走时还告诉我 学完席赶紧回家 几位同学个子尴尬地说了再见 慌乱散去 为了让我身败名裂 林志念特意叫来了班级里有名的小喇叭 相信小喇叭同学不会让我失望 林志念的事情会传遍校园每一个角落 徐朗被许欢打发回家后 他开车送我回家 晚高峰车流拥挤 昏暗黄昏 尾灯会聚成一片漂亮的红色河流 许欢问我 你怎么确定林志念一定会带人来器材式的呢 我笑了笑 他去找徐朗那天 我就已经开始安排了 和林志念想象的样子不同 我虽然总是拒绝徐朗 但其实我跟徐朗私底下保持不松不紧的联络 我像维护客户一样 时常和徐朗进行几句似是而非的交流 所以 我很轻易就套出了林志念和徐朗见面的时间 从徐朗回复我消息的状态 我猜测 今天林志念想要给我设套 以我对林志念的了解 他能想到的办法无非就是当着所有人的面 拆穿我和徐朗早恋的事实 让爸妈对我失望 让我走上他前世的路 上一世 徐朗和林志念也曾在器材时被老师撞破 林志念被我妈带回家狠狠管教 那时还是我保证会带好妹妹 我妈才同意让她继续回学校 她想顾忌重施 叫来了爸妈 让我失去读书的机会 她不仅想要拥有我前世的人生 更想毁掉我 我们一母同胞 是这个世界最亲近的关系 但双生花扎跟同一片土壤 并不同其连织 反而要抢占对方的资源来补育自己 不管是为了前世林志念害死我 还是为了这一世他想毁掉我 我都不应该对林志念心存善意 徐老师 很感谢你愿意相信我 配合我演这出戏 向门口看到徐朗身影 我就给徐桓打了语音电话 所以他才能迅速赶到器材时 我在器材时对着徐朗假哭的时候 徐桓抢先一步 带着考试卷子推开了器材时的大门 徐桓专注开车 侧脸如白玉一般 无况眼镜下眼神锋利 带着一股告知女性特有的睿智和沉静 这对我来说并不麻烦 作为合作关系 我很愿意帮你一个小忙 坦白说 这也是一种考验 徐桓冷静剖析内心 你说你可以帮我争夺许佳继承权 我也需要知道你的实力 光靠嘴巴说可不行 我很了解我弟弟 他就是一个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 又喜欢横冲直撞的人 他不聪明 也没什么特别的本事 但幸运地投胎成了我家唯一的男孩 落大家业唾手可得 毁掉他很容易 知名大学顶尖上科 回国后却被家里安排去高中当老师 还要在每周抽出三天时间 和同等家境的男人相亲 为家族联姻做准备 即便如此 前世的许欢 也艰难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成为许家掌权人 尽管他不记得 但曾经我和他 也是托付过后辈的战友 路径也许不同 用对方法依然可以抵达终点 我有时候觉得 人生很像是一场棋牌游戏 每个人拥有的初始牌不一样 如何把有限的牌排列组合 做到利益最大化 就是是否能赢的关键 不管是美貌系统 还是学霸系统 都可以配合现有资源 达成最终目的 重要的不是系统 也不是金手指 而是我 家里 林志念眼睛红红的 显然哭了很久 爸妈沉着脸 就又不好说我什么 亲姨 你也不小了 还是要跟男同学保持距离 徐朗那种混会 走太近了影响你的名声 我妈苦口婆心 试图把我拉回她认为的正路 我当然不会跟她无谓地争执 妈妈 你说得很对 我其实也不想跟徐朗走太近 但是 许桓老师给我单独补习的时候 总是带着徐朗 你也知道 许桓老师是我们学校最好的老师 平时别人找他补习 都排不上机会 我妈皱眉 语气软下来 毕竟我说的是真话 你们老师也是的 明知道徐朗那样 我叹口气 徐朗毕竟是老师亲弟弟 我爸接腔道 确实 姐姐照顾弟弟 天经地义 我微笑着没有说话 我爸也是有感而发 她一生都为没有儿子 而感到丢人 在这个畸形的家里 我和林志念感情塑料 也很正常 但我至少没想过害她 我转身看向林志念 只有我们才知道的秘密 在目光中交换 爸妈进卧室后 林志念红着眼睛看我 狠狠道 林轻仪 就算这次你躲过去了 也没用 我会成为最年轻的院士 赢到最后的人一定是我 我笑着点点头 只是轻声问了句 志念 我美丽吗 她冷哼一声 你现在连徐朗都没攻略下来 进度还不如我上意识呢 漂亮又如何 等你攻略失败那天 你会失去所有 林轻仪冷冷看我一眼 带着自己都未曾察觉的 恶意和期待 只可惜 我注定要让她失望了 我的视频账号很顺利 粉丝对我的爱也很真诚 攻略进度 远远超过了前世的林志念 反倒是她 一直百烂时学习 除了能考年纪低以外 没有任何进展 绑定学霸系统 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 只是她的反馈太细微 林志念感受不到 自从器材式事件发生后 林志念在学校的日子 开始没有以前好过了 嫉妒 是一种很容易自生的情绪 于是学校疯传 林志念极度漂亮的姐姐 所以总是故意陷害她 还是离林志念原点吧 搞不好哪天她就陷害你呢 学霸就是跟咱们不一样 真够阴险的 亲姐姐都陷害啊 而徐朗也开始带头为难林志念 曾经徐朗也为难过我 只是没有成功 毕竟她真的不擅长动脑子 不过 为难林志念就比较容易了 我偶尔会警告徐朗不要太过分 当然只是表面 实际上我在暗戳戳地 给林志念上演要 我做了跟林志念一样的事情 但这并不可耻 区别只是她没成功 而我成功了 午休吃饭 徐朗一路小跑过来 给我带了一杯网红奶茶 她逃离上午课排队买的 前世的林志念并没有这个待遇 因为她不能明白男人的劣根性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美丽只负责吸引第一眼注意 却并非长久之计 徐朗如今对我很认真 也很听我话 一开始她只把我当成一个美丽的物件 追求我 和看见花就想摘下来的心理 没什么不同 付出越来越多时间 跟我反复拉扯以后 她才更加深陷于对我的迷恋 谢谢你徐朗 不过你还是不要总讨课了 徐朗毫不在意 小事 我学不学习都那样 反正我也学不会 她倒是挺坦诚 我搅动着吸管认真问她 不喜欢学习 那你喜欢做什么呢 徐朗愣了一会 小声说 其实我就喜欢打游戏 她说完后 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可能是怕我说她不务正业 我却郑重骑士地点点头 那也很好呀 有喜欢做的事情就好 你游戏确实玩得很好 我的账号都是你随便玩就连胜 我表弟现在还惦记 让你再带她一次呢 徐朗真的很容易讨好 我夸她游戏玩得好 就让她喜不自胜 嘿嘿 你啥时候想玩游戏就叫我 好啊 我停顿片刻 又问道 徐朗 你以后要成为职业选手吗 你游戏玩得这么好 我记得你好像有七个国标呢 徐朗挠挠头 做喜欢的事情 创造价值 那人生就是有意义的呀 徐朗有些动容 轻易 你真的觉得打职业也很好吗 对呀 而任何一件事做到极致都很好 追求梦想 有什么不对呢 难道现在不做 等到三四十以后后悔吗 徐朗神情有些恍惚 似乎第一次有人告诉他 追求梦想去打游戏也没有不对 我没有打断他的想法 只是在他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前世 徐朗也被我安排放弃家业打职业去了 只是做起来没有现在顺利而已 遇到我 算他倒霉 徐桓问我 会不会觉得愧疚 毕竟我的那个傻瓜弟弟 如今对你真的很上心 我有些不解 为什么会愧疚 我只是鼓励他追求梦想而已 我虽然算计了他 但是并没有害他不是吗 徐桓笑了笑 眼中带着赞许 你倒是想得清楚 我当然想得清楚 利用男人达成目的并不可耻 被男人利用失去一切才可耻 名利场上刺刀剑红 美色也是一种可调动资源 我按时徐朗去打职业 等徐桓智掌许家后 我会拿到一部分股份 同时也可以用许欢的钱 去投资我上一世还未面试的项目 其实这个世界从不缺乏天才 即使前世我有学霸系统帮助 但那个项目也并非我一人之功 重生后 我失去了关于这个项目最核心的记忆 不能再插手进去 但这不耽误我曲线救国 出不了力还可以出钱 人如果重新活一世 还按照旧式记忆走 那就有点蠢 比如明知念心心念念 想取代我 重走我的人生 却未曾想过 每一个微小改变 都会引发蝴蝶效应 他还为下一次考试 要标复习而纠结的时候 我已经拥有了135万粉丝 喜爱值进度拉满 系统提示我 宿主 你的喜爱值进度很高 但是粉丝的爱 并不是唯一且真诚的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 想要得到真爱 不能靠互联网妈妈 但也不急 循序渐进就好 随着粉丝的增加 我的账号也被熟人发现 最开始是同学 我靠 林轻仪你现在是大网红啊 真的真的 一百多万粉丝 厉害厉害 我能跟你合影发网上吗 我笑了笑 当然可以啊 合过影的同学会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关于我的事情 在大家的描述里 我就是一个 单纯漂亮老师热爱学习的好姑娘 也符合粉丝对我的印象 于是我涨粉更快了 靠着这个账号 我也接了不少广告 攒了一大笔钱 不过 很快林志念也得知了这件事 放学回到家 爸妈坐在沙发上 各自冷着脸 林志念坐在一边 眼中含着笑意 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林轻仪 我妈率先开口 你知不知道 学生的主业是学习 谁让你网上卖弄风骚的 赶紧把你那个账号注销了 一旁的林志念小声劝道 妈妈 你别说姐姐了 她也是因为成绩不好 才想别的办法吧 做网红也挺好 以后姐姐不读大学 也能养活自己 我妈越听越气 她敢 她转过头 毕生呵斥我 网上抛头露脸的 能有什么好人 你要还当我是你妈 就赶紧收收心 我叹口气 妈 我其实只更新了学习日常 发视频就是不对 谁家正经学习 还录视频的 怪不得考试考不过之念 你心思都没放学习上 我故意顶撞她 妈妈 是不是我做什么 你都觉得不对 然后转过身 含着眼泪问我爸 爸 你也觉得我发学日常不对吗 我爸叹口气 你这孩子真是不懂事 那网红能有几个好的 以往 我总是温顺听话 爸妈说什么我都不顶撞 但这次 我突然爆发 对着他们输出了一番情绪 最后总结成词 你们偏心妹妹 只是因为妹妹成绩好吗 说完 我哭着跑出家门 等我爸反应过来追出来的时候 我已经坐上了 喜欢低调沉稳的麦巴赫 一边喝奶茶 一边剪辑视频了 第二天上课 林志念担忧地找到我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道 姐姐 你昨天没回家 爸妈好着急 这一晚上你去哪了呀 我今天看到 你坐男人的车来的学校 姐姐 你不要因为赌气 就毁掉自己的一辈子呀 班里同学面面相去之际 我爸妈也赶来了 我妈看到我 仿佛看到了大仇人 善了二话不说 就打我一个耳光 林志念 你还要不要脸 夜不归宿 听志念说 还跟着男人走了 你真要把我的脸都丢干净 早自习的老师 姗姗来迟 林同学家长有什么事情 先去办公室说吧 黑长直 无矿眼镜 咔色风衣 来的老师刚好是许欢 说完我爸妈 他目光锐利地看向林志念 林志念同学 昨天晚上 林志念同学离开家后 给我打了电话 今天早上 送他来学校的人是我 许欢推了推眼镜 道 虽然早晨云挺后 看不到太阳 但是你也不至于 把我认成男人吧 同学哄笑一声 林志念的脸色 慢慢变得难看 眼底还残留一丝 没有散去的喜悦 显得有些滑稽 希望各位同学 以引以为戒 不要听风就事语 谣言止于智者 大家在传播一件事的时候 如果不能保证真实 就不应当说出口 这不仅仅是对当事人负责 也是对自己负责 说完 许欢抱着书离开 叫上我爸妈 一起去了办公室 我咬着唇 眼中含泪 一副受气 委屈小白花的模样 这个表情十分有杀伤力 本就被许欢一番 说说的有些想法的同学 看到我这样 更觉得愤愤不平 林志念 你干嘛总是造你姐的谣啊 对啊 上次气才是也是这样吧 你是不是嫉妒你姐啊 人家长得好看 那得怪你没继承好基因 你怎么还能嫉妒害人呢 言语锋利如刀 林志念捂着脸 哭着跑出门去 他大怠在疑惑 为什么互换了系统 被针对和奚落的依然是他 走廊尽头 林志念对着我低吼 林轻仪 你很得意吧 我现在明白了 大家只会喜欢你这种虚伪的人 我笑了笑 不要把自己说得这么无辜 你害我 但没有成功 那是因为你蠢 重活意识 你还是上辈子那个蠢样子 林志念气得想发疯 强压下一口气 耍嘴皮子功夫而已 你觉得我会怕你 锡林教授很快就要来学校选拔学生了 这次他会带我走 就算你成了网红又怎么样 随林教授是我上辈子的导师 高考之前曾来学校 亲自选我做官门弟子 我也是靠着他才接触到前沿物理 逐渐打开视野 但林志念不知道 教授会来学校 是因为我解答了他设置的考察问题 他先选中了我 然后才找来学校 所以还在辛苦等待 随林教授的林志念 有回答教授留下的问题吗 我猜可能没有 系统并不会指引宿主完成任务 他们只负责提供帮助 以林志念的性格 估计不会给自己 安排多余的学习任务 让一个不爱学习的人当学霸 不知道学霸系统和林志念 哪一个更痛苦 办公室里 许欢还在跟我爸妈沟通 林轻宜现在是高考的关键时期 有什么事情 都可以等高考结束再解决 不要耽误孩子 再说我也看了轻宜的视频账号 并没有什么过分的东西 都是学习分享 这很好啊 轻宜本身学习就踏实 习惯也好 做一些学习笔记分享 能帮助不少人 面对老师 我妈一向第三下四 听许欢这样一说 她立刻点头 表示支持我学习 我爸也跟着陪笑 但我却闹起脾气 倔强地表示自己绝不回家 你在闹什么 难道还要你妈给你赔礼道歉吗 我爸气急败坏地指责我 我妈抹着眼泪 抱怨我长大了 翅膀硬了 林志念也跟着抹眼泪 她演技还是比我好点 都不用掐大腿 姐姐 你还是回家吧 都怪我瞎担心 把你的事情跟爸妈说了 许欢叹口气 像一个为了学生无私奉献的老师一样 这样吧 让轻宜先住在我家里 这样你们放心一些 我也可以辅导她功课 给她做考前突击 哭泣声戛然而止 爸妈面面相去 似乎不知道 徐老师会对我这么好 住老师家怎么合适呢 反正也住不了多久 等考完试 再让轻宜回去就行 在许欢的支持下 我顺利从家里搬出来 而林志念因为受不了同学的冷嘲热讽 选择考前回家复习 反正有学霸系统支持 她回家也是一样 林志念在家苦苦算着 西林教授抵达学校的日子 做梦都在想自己回学校 扬眉吐气的样子 不过我去查了西林教授 最近的行程 可能并没有中国这一选项 可怜的妹妹又要失望了 住进许欢家里后 我俩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 她拿了一叠房子的信息问我 喜欢哪一套我送你 最近许朗已经瞒着家里 偷偷跑去试训了 她确实游戏打得很好 许欢和我本打算 给她安排站队走后门的 结果根本没用上 许朗本来就在游戏圈子 小有名气 有好几个队伍接触她 我问许欢 许朗去打职业 但是也没有放弃继承家业 等她退役以后 你考虑过如何处理吗 许欢摆弄着房子的信息 文言灿然一笑 那是五六年后的事情 如果五年内我还站不稳脚跟 那也活该我给许朗做嫁衣 你呢 离开家只是第一步吧 后面准备做什么 我笑了笑 当然是给我妹妹 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 最近林志念在默默接触复念鱼 前世她靠着美貌横冲直撞 其实并不懂 怎么得到一个男人的心 这一世 她想顾忌重施 把智商当美貌一样使用 效果大概不是很好 毕竟复念鱼看重利益 美不美聪不聪明 其实不太重要 我有时候也觉得林志念很有趣 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 她似乎从来没想过 靠自己成功 美丽也好 聪明也好 都会变成找一个强大男人的助理 不管众活多少事 我都不能理解她这种思路 林志念暗示复念鱼 自己会成为西林教授的关门弟子 复念鱼立刻对她开始感兴趣起来 几次接她出去吃饭 这个时候 我妈反倒很高兴 她总觉得林志念出去 都是为了跟同学学习 就像前世对我一样 其实 我妈并不是喜欢学习好的孩子 毕竟我成绩绝对成不上差 她只是讨厌漂亮女孩 但这件事理论上并不怪她 我爸有个白月光初恋 她曾经差点为了白月光抛弃气子 可惜白月光只把我爸当备胎 有了更好选择后立刻甩托我爸 我妈在无尽内耗里 把婚姻失败的痛苦 变成了对漂亮女人的愤恨 这有一些好笑 明明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我爸 她对家庭不负责 我妈却不怨恨她 反而怨恨外人 这未免有些不知所谓 林志念跟傅念鱼有了连接后 才重新回到学校 她和前世一样 把大家对她的敌意当成是嫉妒 对此 我称之为野狗护食行为 楼梯口 林志念得意地拦住我 林轻仪 看到我和傅念鱼在一起 你很难受吧 我诧异地看着她 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是西林教授来学校的日子 曾经属于你的老师 这一次也只会看好我 很可惜 西林教授并不在国内 她如今应该在泰国小岛休假 不出意外的话 此刻大概已经遇到了 带着合作方案的许幻 赴念鱼一直想找西林教授的门路 成为她的学生 但西林教授很不容易讨好 幸运的是 我曾经是她的得意门生 志念 我其实一直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总是把我当敌人 你令我们绑定了不同系统 你过你的生活 我也有自己的事情 我们俩不相干不是吗 可能林志念自己都没有想过 这问题的答案 她没有回答我 怨恨看我一眼后转身离开 我摇摇头 叹息着回了班级 一整天 林志念都心不在焉 她频频望向窗外 想看看有没有陌生身影出现 但直到太阳西沉 西林教授都没有出现 终于 她憋不住跑到了老师办公室 不知道问了些什么 好半天才哭着跑出来 林轻仪 你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西林教授今天没有来 我歪头看她 不解道 你在说什么呀 什么教授 她怒气冲冲 你不要装糊涂 明明 明明就是 我打断她的话 冷了脸 我都已经在你的逼迫下离开家了 你还要怎么样 话音落下 立刻有人替我出头 林志念被挤对了一番 却又解释不清楚 又红着眼睛跑出了教室 同学都过来安慰我 你妹妹生日学习学傻了 真的她到底咋回事啊 马上考试了 轻易你不要往心里去 几个熟悉的同学 知道我爸妈偏心的厉害 等考了大学离开家就好了 对对对 你账号那么火 也不需要家里给生活费 到时候离他们远远的 我抿着唇 似乎受了很大委屈 心里却在暗暗 盘算着下一步动作 林志念再也没来过学校 和赴念余的关系 也岌岌可危 他大概还在撒谎 准备自己联络西林教授 但这个时候 西林教授已经得到了 许欢的赞助 开始了繁忙的准备工作 许朗叛逆跑去打游戏的事情 被家里发现 但他无论如何都不肯回家 许欢在爸妈惆怅之际表示 愿意先帮弟弟分担 反正徐郎总还要历练几年 我先帮他管着家里的产业 总好过外人插手 等徐郎回来我也就结婚嫁人了 时间刚刚好 许父许母没防备他 思前想后觉得是个好办法 还夸奖了许欢懂事 高考之前 爸妈终于想起来 还有一个女儿不在家里 带着我回去跟林志念一起吃了饭 志念肯定能成为高考状元 林志念也得意地笑起来 卫生间洗手池旁 林志念冷声道 你能阻拦西林教授 但是你总归阻拦不了我高考 天真的孩子 我拦不住高考 还可以拦他呀 高考那天 许欢出面替我雇了人 拦下了林志念的车 让他错过了考试 这是我给林志念准备的致命一击 学霸系统的任务里 高考是很重要的一环 这一项如果失败 以林志念的进度 根本不足以过关 我怎么可能会放任一个绑定逆袭系统 还对我有敌意的人招摇过世呢 只是小打小闹毫无意义 要做就要一击必杀 这是我这个当姐姐的 给林志念上的最后一堂课 被路人打架 波及受伤的林志念陷入了昏迷 也彻底错过高考的时间 而我则正常发挥 跟我预估的情况差不理 走出考场 门口的记者看到我眼神一亮 是清姨同学吗 我笑着跟镜头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林清姨 有什么话想对大家说吗 努力的人不会被辜负 考完试 林志念才醒过来 她彻底发了疯 在家跟爸妈哭了很久 爸妈说复读一年也没关系 但是我和林志念都知道 不可能了 她错过了西林教授 也错过了高考 她没有机会了 很快 学霸逆系系统会收回所有金手指 她会变成自己原本的样子 再也做不了天才 不知道林志念如何跟爸妈说的 最后他们似乎达成了一致 我爸把我叫回家 清姨 你复读一年 你的大学让志念去读吧 我哑然失笑 爸 你觉得是招生扮演瞎 还是我跟林清姨长得像 你俩是双胞胎 让你妹妹读书怎么了 志念聪明 肯定没问题 你明年在考试 我拿出手机 打开照相机 对着我和林志念 拍了一张照片 如果人没瞎 都能看出来 我俩差别很大吧 照片里 我和林志念一个美丽 一个只能称得上清秀 她不像前世的我 我也不像前世的她 大抵是相由新生 爸 妈 就算我和林志念 长得一模一样 我也不会读大学的机会 让给她 志念 你说 怎么就那么巧 会有人在你去考场的 必经之路上打架呢 林志念瞪大双眼 呼吸急促 是你做的 爸妈也惊诧地看向我 什么 我闽唇一笑 没有回答他们 只说了一句 你猜呢 我爸怒火攻心 气急败坏 扬起手掌就要打我 被我灵巧地躲了过去 我从进门开始 就一直站在门口没动 为的就是方便出门 趁着三个人愣证的时刻 我立刻转身出门 按下电梯狂奔 跑出小区后 我扬手重重给了自己一巴掌 然后打开手机 对着自己录了一段视频 坐在出租车上 把刚刚录好的视频 导入到草稿箱 手机收到一条陌生短信 是林志念 我不好过 你也别想好 林志念让我不好过的方式 是拉着爸妈在网上控诉我 他声味俱下地叫姐姐回家 说他会原谅姐姐 故意害自己不能高考的事情 而爸妈则是一副 家门不幸的样子 林志念还买了热搜 很快 关于我的词条 冲上热搜第一 警号轻易同学 警号警号林轻仪 心机女警号警号 林轻仪妹妹十惨 警号事情发酵后 一群人过来问我怎么回事 群里的互联网妈妈 群情激愤 轻易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就是他哪有那么大本事 大家对我的信任 让我十分感动 甚至有点愧疚 因为林志念从头到尾 就说了这么一句真话 害他不能高考的人 真的是我 趁着这股热度 我把提前准备好的视频 发到了自己账号里 一直以来 我都对我家闭口不言 并不是大家以为的 为了保护隐私 而是因为 我有一个不太幸运的家庭 视频里有我拍的照片 也有我录的音 包括我妈对我的当负羞辱 以及我爸妈偏心林志念的样子 视频最后 是我最后一次离开家的时候 脸上了巴掌印 我是故意激怒林志念和爸妈的 从重生开始 我就计划着今天了 子女想要在道德高地远离父母 需要付出极大艰辛 但还好 我规划成功了 视频发出去就成了热门话题 偏心本就是多子女家庭常见问题 大家借由我的视频 开始感同身受地描述自己遭遇过的事情 与自己和解 是每个有原生家庭问题的小孩 一生的必修课 好在 我早就过了向父母祈求爱的年纪 有了视频这种证据 宿主 解决了那边的问题 你准备怎么完成任务呢 美貌系统大带很疑惑 我现在连许网都不怎么联络 似乎也没有继续攻略男人的心思 为完成任务 宿主也会跟林志念一样 失去所有 我垂眸笑了笑 我当然会完成任务 轻易同学这个账号 就是我对任务做出的测试 他也证明了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这个世界上获得真爱的方式有很多 能给我爱的人 并不单单只有男人 得到许桓承诺的部分股权后 我拿着钱投资了几个项目 都是前世我知道的 一定会赚钱的项目 许桓也开始逐步架空许桑 把家族产业收紧 把不该做的事情甩给许桑 我爸可以蹲监狱 我不行 反正那些破事都是他干的 我看了法条 对不至死 等我再琢磨一下 就给我爸送进去 很好 孝子贤孙 怪不得我俩两辈子都一派即合 西林教授的研究成果一经问世 就被许桓落到实际 前世为了附加苦苦追求我的赴念鱼 这一世又开始苦苦追求喜欢 看吧 男人的喜欢就是这样虚伪 如果林志念能少把希望寄托于男人身上 他大概也不会两辈子都失去系统 如今的林志念没有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失去系统加持后 复读两年都没有什么效果 最后只草草读了一个风评很差的本地学校 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 在家啃老 我曾经回家远远地看过一次 妈妈和林志念在小区门口吵架 妈妈说他好吃懒做 还不如当初把姐姐留下 林志念毫不留情 说他活该 这是你们欠我的 你们活该 我在术后看了许久 并没有说话 沉默着离开 林志念后来几次想自杀都没有成功 他精神有些失常 总是念叨着要回到过去重新选择 有时我觉得林志念和妈妈很像 他们永远会把错误推给别人 从来不会反思自己 遇到问题只会逃避 如果不能直面人生的考核 那写出错误答卷也是情有可原 林志念变成这样后 爸妈几次三番跟我联络感情 他们终于发现 小女儿已经不能获得任何利益了 但是大女儿却过得风生水起 但现在他们已经很难找到我了 毕竟我忙着满世界旅行 顺便考察项目 许桓打电话问我 你今年还准备资助新的山区女孩吗 当然 只要我还活着 就会一直成立读书基金会 这几年我一直投资女童保护公益 致领于山区女性教育事业 同时资助了很多渴望读书改变命运的小孩 被我资助的学生 还可以获得去许桓公司实习的机会 他们努力上进 如今许桓手底下最得力的两个助理 都是我基金会资助出来的学生 我收到过来自于很多地方的信 走出山村 大家都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 命运不会亏待努力的人 在成立基金会后 我的公愿任务便陆续完成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真心的爱 那些被我资助过的孩子 都曾给予我最真诚的爱 最终任务完成那天 美貌系统跟我郑重道别 你是我见过最令提西境的宿主 但我很喜欢你 祝你以后的生活也一样一一生会 我不知道这是否算是逆袭人生 但我知道